崔永远曝光的娱乐圈偷税,你知道能够带来多少收入吗?LT 科布莱克提娱乐新闻哥兰塔LT 近几个月的崔永远从曝光范冰冰偷税漏税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从6月份开始一直受到专注的范冰冰终于在总局出面后调查处罚八个亿,为此冯小刚也深陷其中 然而崔永远曝出更多后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虽然我们都知道娱乐圈行业中是所有行业中最乱的,但是没有想到竟然乱到藐视法律 每当我们看到有娱乐爆出某某赚了多少钱,某某出席一个活动就能赚到上百万,显然大家对于娱乐圈有了很大的争议 在税务局向娱乐圈展开调查时,突然有人曝光在霍尔果斯,精心将一个县城,为此有人专门针对于地方政策查看,原来在此处注册公司是可以有税收打折 所以娱乐圈的近200位明星在此地注册了公司,经过范冰冰事件后因为有总局的插手被处罚8个亿 众多明星因为怕惹祸上身选择注销该公司,随着明星一系列曝光偷税漏税中时得渐渐娱乐圈开始走向整治的方向 近年来娱乐明星的乱象是该整治 一些老演员的拍的电影受到大众的关注,因为他们的薪酬还比不上一些小鲜肉 而且每当出示的以后就是小鲜肉,只要某某明星出轨或者是某某明星发表一些言论就会走向头条 在这些被曝光后原来是幕后都会有自己的公关团队在炒作 当我们知道范冰冰桃税漏税被处罚后有许多人表示不认为这位明星,只认为一些老戏谷 更有人表示为何老戏谷很是低调,他们不屑于炒作 小编辑的马荣出轨后,王宝强曝光后,当时的女排正式拿着奥运会冠军,为国争光的女排们最终比不上一个出轨新闻 这是娱乐圈带给社会的乱象吗?你知道娱乐的明星只要代言一个商品赚到多少钱 你知道一个娱乐的明星在结婚是闹得全国轰动 有人说当时黄某某结婚让更多的记者去参加报道并且还带直播 最终有人称这是给媒体结了一个婚 然而在场的有许多赞助商,最后算下了这位明星竟然大赚几千万 在崔永元曝光娱乐圈就范冰冰被处罚8亿元,其他的明星能够少了吗? 有人说如果把娱乐圈一些偷税漏税的明星全部查一下 那么财政收入最少能够进入几百个亿,具体是多少我们还是看娱乐圈的水到底有多深? 看着每天在公开大肆地曝光娱乐圈的明星,真正的慈善做了多少? 渡轮鸳 渡轮 会